原标题 美国突然反悔了失忆霸主心态太龙 直接取消中国参加怀太军院阵容庞大的怀太军 演示每日报权的体现 美国国防部23日宣布 取消对中国参加2018年 怀太平洋海上联合军演IMPAC的邀请 当天是由五角大楼发言人洛根宣布的这一消息 他指出 美国追求开放无约束的海洋 并指中国在南部海域的行为 与怀太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 他指责中国在南部海域 有争议岛交继续知识化 身高紧张 导致不稳 并称取消邀请是美方的主使应对 正在华府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 兼爱上王毅 指美方此举非常不具见设性 情绿 不利于增进相互了解 中美军舰在201月环太军演中联合演习 环太平洋海上联合军演 是一项由美国主导的搭行联合国际海军演习 从1971年开始举行 1991年在冷战结束后 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 演习的目的旨在提升太平洋沿岸国家 保护海上通道安全 即联合应对海上被穿透安全威胁的能力 对于演习的参加国 除了几乎固定的澳大利亚 加拿大 至绿 日本 秘鲁 韩国 英国和美国之外 还会有一些国家获得邀请参加 比如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 并和中国等也参加了今年的演习 轰六K在永兴岛演练起降 本无可厚非中国是美军冷战后认定的最大潜在对手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中国海军发展突飞猛进 这使得美军既感到兴奋 又感到神秘 因此 也是极力了解的对象 为此 1998年 美国首次邀请中国 作为观察员 观摩了的年度的 团海军演 并在2014年 都首次派出海军舰艇 参加了演习的部分 非主要科目 又在2016年 再次成为演习的重要议员 对于2018年度的演习 中国国防部曾在3月29日 确认收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餐演邀请 还计划派出1052D去逐渐率领的舰队参加 此前外界猜测 中国是否会派052D参演 对于美国来说 邀请中国海军参演 不但可增进对日之之间壮大的远洋海军的了解 还可以缓和两国因为对峙日渐增多而带来的不快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接受美国的邀请参演 一来可以较多了解未来主要对手的作战战术和组织指挥 二来也是掌握美国与主要盟友在战师的合作方式和内容 三来可以通过参演 让美国了解中国崛起的必然与和平目的 最后当然是借此建立与美军的合作与沟通机制 中国先行战机远洋训练日趋频繁意义重大 但就在怀开军演日渐深化之际 没想到美国出而反而 在2018年度演习即将揭幕之时 突然大方面提出了取消邀请的报道 而且其所谓的理由又很奇葩 分析美国的理由可以发现 这与近期中国陆续派出空6K 肩负20核苏到35等战机 到南部海域进行训练有关 但这是中国在自己海空范围内正常的局势活动 而且没有直接在三个新建岛江上进行战机起降 表明还很克制 所以美国的决定是秦帅的 是只许由官方或不许把信点灯的行为 对于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 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声听陈光恩转于2018年5月24日